林青霞曾经是一代人的心中女神 也是很多人心向往之的对象 1994年与香港富商行李员在旧金山举行婚礼 献傻旁人 结婚后林青霞退出萤幕 过上了全职太太的生活 婚后林青霞接连为行李员 生下了两个女儿 大家也都以为林青霞的家庭十分美满 但就在前段时间 港媒的一则爆料 揭开了林青霞这么多年婚姻的折羞部 10年68岁的林青霞被曝离婚 原因竟是小三带子逼宫 要求林青霞离开 这条消息一经报道 迅速在香港和内地引发了讨论狂潮 毕竟林青霞作为红极一时的明星 知名度很高 而且林青霞已经68岁 在这个年纪做这样的选择 也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但也有人表示 不平等的婚姻 即便到了70岁也有风险 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 是因为林青霞曾为了感情 选择放弃事业 但其实林青霞在事业上 颇有建树 成绩斐然 若是能够一直在影坛打拼 如今的她或许也能像杨子琼一般成为女性的榜样 偶然机遇打开演绎大门 其实说起林青霞踏入影坛的过程十分偶然 17岁的林青霞青春靓丽 在和好友逛街的途中遇到了心态 心态见林青霞气质十足 便邀请林青霞和她的好友参加电影试镜 本来是抱着消遣的心态 可没想到林青霞却真的被选中 成了女主角 不过当林青霞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和哥哥的时候 却遭到了家人们的强烈反对 因为在那时候大家普遍认为 一旦进了娱乐圈就会成为别人的消遣 甚至会成为乱搞男女关系的代名词 经过林青霞长时间的劝说后 家人们才同意了她出演电影 也正是那一年还未成年的林青霞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 林青霞也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天分加努力让林青霞在演艺圈如鱼得水 虽说林青霞出演的第一部电影《窗外》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但是在1974年 林青霞出演的爱情电影《云飘飘》一经上映 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自那之后林青霞一夜成名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星 林青霞也是趁热打铁 在1975年出演电影《八百壮士》 靠着这部电影 林青霞成功转获了亚太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虽说林青霞当时年纪很小 但是为了能够将角色演绎得更到位 林青霞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在这部获奖电影《八百壮士》当中 为了能够更好的入戏 林青霞甚至在12月的天气里 反复跳进河里游泳 只是为了将人物最好的状态 重现给观众 而那个时候的林青霞 仅仅只有21岁 如此年轻又如此努力 这样不服输的性格 注定了林青霞一定会在中国影史上留名 而事实也证明林青霞在演绎的这条路上 走得顺风顺水 留下了不少经典 而在事业争争日上的时候 林青霞的感情生活也有了波澜 但谁也没想到 林青霞的初恋 竟然是林青霞戏中的搭档秦汉 贝德之恋 隐争争议双峰纠缠20年 秦汉是林青霞的初恋 也是林青霞在电影窗外当中的搭档 两人因窗外结缘互生情愫 事实上在林青霞还没有进入演艺圈之前 秦汉就是他的心中偶像 那时候的秦汉因为外形出众 一直都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 林青霞也不例外 从进入窗外剧组开始 他对秦汉就有仰慕之情 但是当时的秦汉已经有了家庭 妻子不仅出身良好 而且十分漂亮能力出众 秦汉的婚姻在外人的眼里 可谓是郎才女貌十分般配 也正因如此 当林青霞和秦汉之间的绯闻传出之后 大家对林青霞和秦汉的这段感情十分不看好 甚至有些人开始指责林青霞是小三 年纪尚轻的林青霞不知如何面对这段感情 她的心中即便对秦汉有很多不舍 但是碍于世俗和道德 只能先将自己的这份情感隐藏起来 强迫自己放下 但是说放下谈何容易 为了能让自己迅速忘记 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加地从情伤中恢复 林青霞选择去美国疗伤 但没想到在美国的这段期间里 林青霞遇到的另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琼瑶的御用男主角秦祥林 秦祥林在知晓林青霞去往美国后 便动了去找林青霞的想法 虽然那时候的秦祥林也有家庭 但是为了能够抱得美人归打动林青霞 秦祥林选择和妻子火速办理离婚 并追随林青霞到了美国 那时候的林青霞正处在消极沮丧的状态中 秦祥林的出现弥补了林青霞心中的空虚 而秦祥林对林青霞毫无保留的爱 也让林青霞开始动摇 见林青霞风心已许 秦祥林便对林青霞提出了在一起的请求 面对秦祥林的温柔攻势 林青霞喊笑同意 但此时林青霞的心中还是忘不掉秦翰 余段本不该开始的爱情 也必然会在匆匆忙忙之中结束 四年之后 林青霞和秦祥林分手 林青霞再次恢复单身 而这个时候秦翰也早已经和妻子离婚 两人在群摇的牵线之下重新联系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两人发现自己真心爱的还是曾经的恋人 就这样 秦翰和林青霞再次牵手 只是这段感情最终没有走向圆满 事业新发展感情中落幕 和秦翰复合之后 林青霞开始心无旁复地搞事业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 林青霞开始与徐克合作 《笑傲江湖》当中 林青霞饰演的东风不败的形象 给很多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也成为了影视经典 时至今日 依然没有人能够超越林青霞 一男一女 一正一邪的气质 自那之后 林青霞出演了徐克多部作品 比如《新龙门客栈》 《白发魔女》 《天山同老》 《六指情魔》等等 徐克导演用他最擅长的武侠故事 将林青霞侠女的形象 刻进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 也正是靠着这些耳熟能详的荧幕形象 林青霞斩获奖项无数 只是在这些辉煌的奖项面前 林青霞并不开心 而林青霞也在采访当中 经常提到自己 在灯红酒绿的香港里 时常感到孤独 林青霞之所以觉得孤独 是因为他和秦翰的感情 最终没有走向圆满 1992年的时候 林青霞和秦翰宣布正式分手 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 有媒体猜测称 是因为双方事业上的差距 随着林青霞在事业上越走越高 秦翰与他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而这让大男子主义的秦翰心里 十分不是滋味 再加上两人长期分隔两地 聚少离多 感情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淡 其实对于林青霞来说 他一直希望秦翰能够给自己一个承诺 林青霞并不在乎两人事业上的差距 也不在乎别人对这段感情的指指点点 但是不知为何 秦翰就是不愿意给林青霞一个家 那个时候的林青霞已经年近四十 可以说林青霞把这一辈子最好的轻松岁月 都献给了秦翰 但是即便如此 仍然没有换来秦翰的承诺 这段感情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 就这样这段纠缠了二十年的感情 终于花上了句号 秦翰也成为了林青霞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过客 感情尘埃落定 终于寻到正缘 结束了和秦翰这段苦恋之后 林青霞遇到了另一个愿意疼爱他的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香港富商行李员 行李员是香港有名的富商 家底十分英实 说是家财万贯也不为过 他曾是香港思捷环球控股有限公司的原主席 掌握着巨大的财富 2019年 行李员更是入选了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 只是对于林青霞而言 选择行李员并不只是因为他有钱而已 更是因为行李员对林青霞真的是极尽宠爱 在行李员追求林青霞期间 豪车豪宅毫不吝啬 珠宝首饰更是家常便饭 林青霞在行李员的疯狂追求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珍视的滋味 而这种感受在和秦翰交往时是不曾有的 秦翰总是对林青霞淡淡的 甚至在林青霞受伤的时候也不愿意从台湾来香港看他 林青霞主动邀请 秦翰还要林青霞出机票前 或许正是因为秦翰对林青霞不够好 才让行李员能在短时间内攻下林青霞的心 1994年在林青霞和秦翰分手两年之后 林青霞选择和行李员结婚 两人的婚礼在旧金山举行 婚礼现场可谓十分豪华 行李员送给林青霞的专家价值500万港币 婚礼席帖由金庸先生亲笔提携 婚礼现场更是装点了500万多玫瑰 行李员用自己的方式给了林青霞一个梦想中的婚礼 也让林青霞坚定了相夫教子的心 正式吸引回归家庭 结婚之后 林青霞宣布正式吸引 1996年1月林青霞生下长女 2000年6月戴下次女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林青霞可谓十足的人生赢家 不仅长相出众 而且嫁给了一个既有钱 还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男人 这样的人生剧本是很多人希望拿到的 只是婚姻当中的各种滋味 或许只有林青霞自己知道 在行李员和林青霞结婚之后 刚开始两人的婚姻的确十分幸福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行李员却被频频传出出轨绯闻 尤其是近些年 关于行李员私生子的新闻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行李员之所以出轨 是因为林青霞没有为她生下儿子 而行李员却是一个十分重男轻女的人 如今小三有了儿子 便有了母嫔子贵的本事 据媒体爆料 插足林青霞婚姻的小三 是行李员公司下的员工 是上海人 之前者爆料称 这个女孩十分漂亮 行李员对她也很大方 甚至愿意为了她放弃林青霞 从前的山盟海誓 在今年累月的诱惑面前 也变为了泡影 但对于林青霞来说 虽然是被逼离婚 但她不愿妥协地选择 依然令人敬佩 平等才是婚姻的定山石 其实纵观林青霞这段婚姻 当林青霞决定当全职太太的时候 她的婚姻天平就已经倾斜了 林青霞的内心里 或许渴望着丈夫对自己全心全意的宠爱 可以给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但是婚姻的本质就是一场博弈 若是夫妻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那么婚姻必然会出现裂痕 如果林青霞能够在结婚之后 依旧致力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或许时至今日 她的婚姻会洒脱许多 而林青霞的人生经历 就好似女性的觉醒式 从情斗初开始 在感情里浮沉 却发现自己爱的 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 可当林青霞走入婚姻殿堂 以为一切都能像预想中的一样发展的时候 却发现 不平等的婚姻看似美满 能力却都是屈从 如今的林青霞已然明白 真正能给自己安全感的 从来就不是男人 而是自己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